每一位料理轻松烤照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為我們的新住民朋友 所開辦的網路學習課程 那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非常開心也很榮幸 邀請到的是我們的帥哥主廚 陳其文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其文 其文老師 今天我們又要為大家 帶來什麼樣的料理呢 家常煎豆腐 怎麼聽起來好像有點簡單 不容易嗎 其實很多 大家都很害怕煮豆腐 好 我們今天有板豆腐 蔥段 蒜頭片 然後兩款的水花片 然後薑片 所以水花片在我們前幾集 都有教大家 如果觀眾朋友忘記的時候 記得要回去複習囉 好 好 然後我們調味料有 鹽 香油 糖 米酒 白胡椒 然後還有水 然後醬油 我們要來切我們的豆腐囉 好 好 豆腐一改二 如果你在烤場當中 其實拿到大致都差不多啦 就是像這樣子的大小 就一改二之後呢 我們再來切成一片一片 大概在一公分 一點五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好 好 原來拿到豆腐的這種料理 其實它有一定的難度這樣 就好比我們 其實媽媽也不喜歡煎魚 煎魚 煎豆腐 其實這兩個都是家庭主婦 劣為最不想碰的東西 老師切得好漂亮 好工整喔 是 看到這個滿需要的 要盡量好每一片 都是切得如此的工整 然後才不會說厚薄 有些比較厚 有些比較薄 有些熟的 有些還沒透 所以會有人拿到這一個烤梯 結果拿成嫩豆腐 不太會 難道會看到跟隔壁的不太一樣 你就覺得 我有問題 如果我們自己要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跟隔壁 有一點不一樣的時候其實就 所以老師這邊都會建議 做過程當中先慢一點 然後看一下隔壁 跟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好 這時候我們拿一個派盤 然後上面放這個餐巾紙 好 要煎之前呢 老師會建議這邊要吸一下水 才不會噴 我朋友會下油鍋嘛 對 好 那我們起一個油鍋之後 熱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了 好 那我們在這邊 請雨潔來幫我們 好 沒有問題 好 記得用煎 因為它是煎豆腐 所以油不可以蓋過豆腐 好 老師在煎豆腐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能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就水一定要吸乾 火一定要夠熱 不然豆腐很容易去噴 然後如果鍋子沒有夠熱的話 有可能鍋子容易去黏鍋 好 好 大概像這樣子 金黃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但是不能焦喔 看起來好可愛喔 對 在翻豆腐的時候是比較很小心 對 其實豆腐滿的時候 就不要再下了 就把這一批都煎到金黃 就可以了 很容易會破損 對 很容易會互相去碰撞 然後破掉 好 要像這樣子 就是每一塊都金黃 而且四個角完全沒有受損 好 上下都金黃了 而且這個輕輕的碰的時候 不會感覺非常的脆弱 如果我們就可以把它起鍋了 好 那事實上來講 它的外表已經形成有點像 像臭豆腐有沒有 那種硬殼的 金黃不要焦完整 好 三大終點喔 那這樣子金黃當中 我們就可以來做下一個 處理的動作了 好 首先先爆香 好 我們先把我們的蒜片 還有這個蔥段 先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它炒香一下 好 我們把這個蒜頭 薑 還有蔥段爆香了之後 我們這時候要來加入我們的水 要紅燒的 好 水再多一點點 好 醬油 好 老師 水給你 因為它是紅燒的 所以水要多一些些 好 醬油 一點少許 胡椒粉 好 這時候我們就要把我們的 這個水花片丟下去 然後還有這個我們的 竹角 豆腐 下去 下去讓它燒一下 然後大概燒呢 因為它就是紅燒 所以你不能勾芡 所以燒的過程當中 大概要在三分鐘到五分鐘之後 燒到豆腐慢慢慢慢的 紅燒汁開始有點收 對 收汁的時候 我們最後下香油就可以起來了 這在拌炒的過程中 其實也還是要滿小心的 豆腐雖然說它已經 有一點被煎得脆脆 但是還是滿脆弱的 還是要輕推 因為它吸了水之後 它就會更軟 所以更軟的過程當中 它很容易去破 對 好香喔 好 我們燒到這個 有一點黏稠 就可以起鍋了 好 我們經過收汁了之後 是 以前我們可以看到 有點傷了 紅燒的黏黏的有沒有 一點點 豆 對 只有一些些 一些些好 還是要保留它的湯汁 不能真的收太乾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好 真是香味四溢耶 不錯 好 我們其實起鍋的時候 如果觀眾朋友很在意的話 記得要出菜前 記得要用餐巾紙把它擦一下 好 我就拿來的餐巾紙 想說旁邊可以把它擦一擦 因為畢竟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也非常重視擺盤 沒錯 好 我們記得 也可以把這個水花片 把它夾一下 讓這個評審不用去翻 就知道其實這個 切得很漂亮 對 刀功了得了 你要讓它去翻 有時候它會把這個菜翻破了 到時候它沒有注意 也覺得奇怪怎麼會破損 其實是它用的 對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 把這個最好的這一面 用夾子撒開夾一下 然後讓評審能夠看到 好 那我們今天 今天大家是不是 有多學會了一道料理呢 希望大家能夠看完節目之後 有很多的收穫啦 那麼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的資訊的話 也歡迎上我們 新北市職訊中心的網站 可以查到更多的消息喔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見囉 拜拜